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喔 像剛剛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的話 老師打開了那個軟體之後 它是不是就有很多放等 等著你去跳對不對 那它這些放等其實跟POWLO一樣 就是隨時會做什麼 update的動作 那我是把一些老師你可以先玩看看 比如說假如你跳到這裡 那你就按先Choose 好 選擇 這樣就進來了 其實一進來你就往南大陸了 因為還是我跟簡報一樣 哪裡 在左手邊 所以請問老師你可以告訴我 這個簡報會有幾頁啊 有沒有跟你用POWLO一樣 好像都一樣對不對 那只差在哪裡 它今天不是把每一張簡報 都是鼓勵本來 而是它本身就是一個什麼 是不是很大一張紙 這個方式就跟新政府很類似 我今天有一個很大的紙 這張紙它沒有限制你多大 你喜歡在哪裡 隨便你 你就可以隨時放你的想法 夾進來 那麼 所謂的 看起來好像有幾張簡報的 只是什麼 去不同的主題去看而已 就這樣可以 所以它基本概念是這樣完成的 基本概念是這樣完成的 所以呢 所以我們建議老師 你按一下左上角這個 選那個方法 你就要來左上角 有那個Presenter 有沒有 這裡 對不對 Presenter 那就開始簡報 開始簡報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 先檔一下 後來這可以長得怎麼樣 你可以按空白鍵 我們在做檢查 這個空白鍵是下頁 或是HR和PageDone 上下頁都一樣 好 按空白鍵 一 二 這樣老師應該就很清楚那個過程了吧 對不對 因為你實際操作過 欸 那 它最大好就是 你也可以用滑鼠 滑鼠的滑鼠 就直接幫他手講 或者是 直接用脫衣的方式 直接看你要看哪一個主題 讓他可以去 好 所以我現在趕來往後退 那 民戰操作 就覺得出了 剛剛講到滑鼠的部分 你也可以看哪裡 在 右手邊 當你把滑鼠移到 螢幕的右手邊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出現了什麼東西 是回首頁 放大車腳 所以也是 你可能已經忘掉 我現在講到定體格了 你也可以從這邊回去 從這邊回去 回到第一個 第一個畫面 這樣你就會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應該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離開的話 簡報離開 大家都會 叫ES7 ES7 就離開了 就回到你們編輯模式了 就這樣回到編輯模式 那我們在線上也是想 在線上的這個網站上 也是一樣這樣去做 好 這是第一個 所以 老師呢 你透過代表的方式 其實就可以很快的去取得 這個比較新的 那種簡報的方式的一個 處理 但是說真的 當你用在時間之後 我還是蠻鼓勵 其實用空白的 因為為什麼 你如果都用方式的方式 你就會怎樣 非常方式的 限制出來 老師有沒有用過 解放的方式一定有的嗎 沒有的 很少 好 那這裡如果有花牌子 就可以自己去做創作 那這樣 花費空間就會更大 花費空間就會更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 剛剛已經知道什麼套裝的 那接下來 平常一定不可能只有五頁 老師簡報可能會很多頁 對不對 你可能要加文字 然後加頁數 那怎麼樣把這個部分加進去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還有就是順便把這個超連結部分 也跟老師稍微先介紹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內容 版本會有一些超連結 好 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個在這裡 那我們點一下 那預測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先打中文看看 要打字嗎 老師應該沒有上課是全英文的 現在只有國中講的那個全美語 對不對 請問你之後打得好出來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可以的老師又偷偷改 不願意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把字 來我們看一下右上角 在這邊 你看上面是有一個 就是放的 有沒有在 頁面的最上面 好 點一下 這裡呢 有看到中文 日文跟韓文吧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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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所以 您不可以打中文 是因為它預設的放本不是中文 所以中文是打不出來 好 所以您要來這邊 好 找到這裡 按一下 那麼這樣的話 你當然打中文就沒有問題 好 那如果你是在線上使用的話 要稍微留意一下 網路太慢的時候 打中文 就算你選了這個放本 還是沒有 好 因為那個中文字體還沒下 等一下 好 所以這個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OK 那麼選了之後呢 您就可以直接在上面 就可以關掉就好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試看看喔 你看 在這邊點一下 中文 有沒有 中文就可以打進去了 OK OK 但是中文原則上它只有黑體 就是黑體的部分 所以你不能選什麼細明標牌 因為說真的以簡報這樣 黑體應該還是比較適合做標籍跟次標 好 這個是 你可以看一下 那麼 你看我們在OBIS裡面 請問 簡報裡面有大標 次標小標 它那個大小就都幫你設定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邊也有 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有看到 Pyro Stop Pyro 跟Body 它主要分這三種 大標 次標 跟所有的內文 那麼 右邊這個 就是文字變大變小 好 還有顏色啊 顏色啊 還有那個對齊的 我想這個大家會比較清楚 我就不用講太多 但是重點來了 如果你覺得 可能老師剛剛這兩個特別注意到 是在我套了中文的放本之後 我的 文字的顏色就變了 這個顏色就變了 我改成橘色了 對不對 好 那套了這個放本就變了 那你說 我就 以後再打 打這個之後 就每個把它選起來 然後來這邊去改 你累不累 應該說你累了 這樣很麻煩對不對 所以 我們當然希望直接從什麼 放本去控制 我的標題就要 什麼顏色的 這樣是比較容易 所以 您一樣回到剛剛那裡 我們 在這邊 您從上面這裡 進來 對不對 你到這邊 下面這邊 有一個叫做制定 中文就翻說制定了 我把它變大一點 這裡 這裡 就是你制定目前這個放本 因為它預設中 都是那個藍藍的 它可能看 比較 常看那個清帶的那個瓷器 所以它比較喜歡那個藍藍的 那您從這邊就可以去修正它 看綠色的 來 點進來 好 您可以看到 您進來之後 你看左手邊 背景的顏色 第一個是背景的顏色 第一個是背景的顏色 那你的背景圖片也可以 背景圖片也可以 那我們就往後 這個下面有個next 它總共有三頁 在這邊有三頁 下面還有個next 那你從這邊把它按next下來 OK 這裡你就可以看到 字型的顏色 有沒有 包包大標 視標 跟next 的顏色 就可以往後再追控制 好 這樣人家做就比較容易 當然如果老師 會網頁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css 直接去設定行裡面 所有東西 好 但是我想這個對 一般老師來說 會比較困難一點 好 那再往下呢 你還可以設定什麼 它幫我那個圓圈圈的顏色 好 鏡頭的顏色 這些都OK的 這樣你大概了解該怎麼處理的 好 OK 好 所以 這邊有了之後 現在我有一頁的 請問我要增加顏色 要怎麼辦 從上面這邊 您看到上面這邊 這個 這個 frame and arrow 這個 所以我們增加顏色 就是yourframe add a frame 這樣是最快的 好 這樣是最快的 所以你看我們把它按一下 好 注意一下左手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多一個 右手邊 也有多一個跑出來有沒有 再看一下 這個我先拿掉 好 你看一下 在這邊 這裡 增加frame 這裡 增加frame 上面這邊就是跑一個 跑出來的 對不對 多一個四角形的框框 那麼 在左手邊的最下面一頁也一樣會增加一個出來 在這裡 好 在這裡會增加一個跑出來 那麼 現在的話呢 如果你要編集 你就可以來這邊 直接點一下 那麼這裡會有一個情形 是什麼情形 是什麼情形 你有沒有發現為什麼這個是這種 光浩式的 有沒有 中光浩式的 可是呢 在剛剛那個裡面啊 你看 我們這邊的 有沒有都是圓圈式的 所以不要這樣 當然可以 你看一下上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邊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改變 從這邊 改變 你就可以選擇 你看你要用哪一種的 事實上 我到後來 我比較常用的 是 第四種 我就不想讓你看到 我就不想讓你看到 誰都用一定要 一頁就來 一個個K框給你看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講比較多啊 那我們比較多的時候 已經不小心會超過那個範圍 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需要受到那個框框 去把你的視覺限制住了 所以是你可以選擇沒有 或者是 選擇不同的 樣式 這樣了解吧 好 這是第一個 你可以從這邊 當然這個如果你要提列子 就會從這邊提進去掉 所以它使用上 其實 不會太難 老實講不會太難 難的在哪裡 你不習慣 還有你不知道怎麼做創意 當你不會 不會有去思考 那個該怎麼用的時候 這個東西你要用哪 就有點混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你看我們 剛剛在這邊已經增加兩頁了 這裡有一頁 這裡有一個 那問一下 請問老師 你在簡報裡面的時候 要調整頁數的排序 你都怎麼做 這種問老師太沒水準對不對 因為你就跟我一樣 怎麼樣 是不是要給我 這樣你就會了 所以 但是 萬一這一張 萬一這一張 你不要 那怎麼辦 減半跟Delete 就好了 可是這也不一樣 這也不一樣 你Delete不好 所以 老師你上來我們的課之後 千萬不要只會增加頁數 不會減頁喔 這樣不行 你說排到這裡也不會 可以啦 但是那個 這樣是頭啦 那因為電腦來講 是不是都是完整的一大張 所以那個就是編輯路徑 證明清楚 所以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叫 Edit Place 有看到了齁 所以如果萬一你要刪除 可以從這邊刪 可以從這邊刪 那 從這邊 那 你在移到這個上面的時候呢 它上面就會有一個 紅色的插帶有沒有 就可以從這邊刪掉了 那 如果你做完了 再麻煩你按一下 這個 編輯路徑 它就離開了 好 它就離開了齁 所以這樣就回到外面了 上會了對不對 欸 所以其實您看過這樣之後 有沒有發現Place 其實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就交進去 然後就弄就好了 你看我們剛剛做的齁 我們從這邊 這個在第幾頁其實沒關係齁 你看 不管你放在哪裡 假設我現在放很遠 對不對 那我今天從這邊 你看我們在做Present 我的時候 你看點到它 點到它 它有沒有自動的跳到那裡 對不對 管你放多遠 那個只是移動的過程 好 所以這個都看完了 我再怎麼樣 回到這邊來 它就自動就進到這邊 那 有些人會想要說 比較特殊的 他想要轉個方向 什麼叫轉個方向 我們這樣看不太清楚對不對 來我找這一個 其實它每一個物件 你滑過去的時候 它上面會有一個 會有這樣亮起來 這樣有注意到嗎 你每一個物件滑過去的時候 它有沒有 都會這樣亮一下 表示你滑過去就可以選到 好就可以選到 因為如果你完全在空白的地方 給人家去上 認為你是要打字 所以你只要在這種 滑過來就亮一下 有沒有 按一下 這就選到 好我把這個呢 改變一下 改成 這種 有顏色的 這樣你再看會比較清楚 因為呢 浴色的話 不管你怎麼 把 你看 這邊 我選到這個 我來照他轉個方向 轉個方向 轉個歪歪的 有對不對 好 我們來試看看喔 你看 我如果在這一張 點到它 那 萬一怎麼歪 我還會變正的 有沒有 因為有些人這樣 我可能在擺啊 比如說老師 有看過那個叫 魚骨圖有沒有 魚骨圖啊 我平常親自託 可能是這樣的話 可是我在看的時候 你總共好意思叫人 這樣歪歪來看吧 因為那字是寫的 所以他這個過來怎麼放 你過來 到這個主題 他就擺正 可是有些人都喜歡這樣 我就知道歪歪的 因為有些部分 他需要做他的 比較特殊的東西的時候 那怎麼處理呢 你可以這樣做 你調到你覺得 喜歡的角度 有沒有 假設我就喜歡這個角度啊 因為有些明星 四十股角比較好看 不能照別的角度 那怎麼辦 一樣進到邊幾路 進去好 假設你就一定要到這個 或者你覺得我還想 看到別的地方 那也可以 好 調好的 按在左下角這邊 會有一個叫做 A的 Current View 有看到嗎 他就會把你目前這個角度 這個 範圍 加到我們的 Friend裡面去 好 就加到Friend裡面去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最下面 就多一張出來 所以我把它擺到上面 好 在這邊 那我現在離開它 好 第一張在這裡沒問題 第二張 有沒有就是我們剛剛那個角度的 他就不見得一定要轉到這裡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確實需要這樣的處理 這樣老師沒有問題 所以我剛剛針對幾個主題的部分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在這邊 在這邊 這裡 那文字也有了 剩下那個超連結 我順便講一下 老師在簡報裡面 超連結要怎麼做 好 就直接反正管他的一個文字 一個什麼 怎樣跟超連結加進去 要好的 那麼在這邊 他 更簡單 因為 你只要給他的是王子 就要好 不能給公主 只能給王子 OK 這樣比較冷一點 好 所以如果說A民覺得 我現在就是要給他 像我們比如說這個 好 我們現在這個王子 我就把它複製下來 好 複製下來 然後呢 打到我們這邊來 假設我在這邊 點一下 這樣他就是王子了 那你在編結過程他不會超連結 可是你在pre-rend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一個超連結 比如說我現在pre-rend了 啊 點下去 就自動切過來了 所以他一個判斷的原則是什麼 看這個 有這個 他就認為這是超連結 就是王子 好 就點過去 那萬一如果老師 你覺得這個 王子 啊那麼長 好像不是很方便對不對 因為有的會很長嘛 那有幾種方法 你可以把字縮強 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用短指 短指 我們常常會看到短指 A民 應該老師有知道嗎 短指不知道 因為有些網頁是不是太長 所以有些人會把它縮短 那我這邊介紹一個google的 老師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你用這個google的名 好我們來看一下 你找google短指 就會找到 這邊google短指 第一個就是 剛剛期待很多啦 還有很多那個短指的服務 你可以選擇 那你只要把你標準的網址放進去 好我在這邊就把剛剛的貼進去 叫他產生一個短指給我 然後他會要求你把這種 外星人比較看得懂的 好 如果確認沒問題 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話 就按重整 我這邊 OK 換 S O 欸 算了看不懂 M T T A R H CAN 好這個應該可以 如果有他就產這個短指可以 這樣你們了解了 不過說真的啦 這種短指 自己用就好 如果網路上看到別人的短指 我是比較建議不要隨便那邊 因為你也搞不清楚然後連到他 對不對 因為有的網站一去就中 不然就中不忙 好 所以自己用還可以啦 好還可以 反正他位置都換你轉換就對了 好就轉換 這樣大概就沒問題了吧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階段 就先到這邊喔 好不好 所以我們剛剛把這個部分呢 就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